Hello 大家好 感谢大家关注英传出海学院 今天我们接上一期还是来一起看一下 APPI的这个2020年应用趋势 移动市场趋势吧 然后呢 之前我们有说就是这个报告是 天然的分成这个游戏和应用两块 然后呢 上一期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了一下 这个游戏这边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来逐一的打开应用这边的情况 首先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领域的话给的是财务 财务相关的就是特定的这个市场财务APP 然后呢就说他表达就是很多银行的APP 可能忠诚度很高对吧 很多的年轻人也愿意在移动端去使用这个银行的APP 反正我自己不知道就比如在国内来讲的话 你看就是国内的这个也很高对吧 就打开他应该是打开次数同比增长率同比 就是我不知道就多久没有去银行了对吧 或者甚至多久都没有用过纸币了对吧 就是说都在这个手机上都完成了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趋势的开始吧 到后面慢慢你比如刷脸啊刷什么 就是说就越来越这个便捷化吧 当然了就是说这里面可能安全性也是需要考虑的 对吧 毕竟就挣点钱不容易你现在想花钱可容易了对吧 都电子版的一下就用掉了 热门金融科技的这个APP可以看到就是说 就是银行的这个APP的话是这个灰色的 热门金融科技的APP是这个深色的 那这个深色的在比如印尼日本俄罗斯 就就在各地其实都是比这个要更高的对吧 然后它这个是根据这个增长率嘛 然后国内这边的话这个科技的反而是低的 然后银行是高的 那那总体上来讲就是说科技创新 但我不知道它这个定义是怎么怎么定义啊 就是说就是相应来讲可能比银行的就是可能 科技金融类的这个APP会更激进一些 可能带一些新闻啊 带一些不同的这个用处 所以可能打开率和增长率都相对会更高一点 然后在这个银行支付APP 这个有广泛的这个前景啊 那我们看一下有两根特别高的柱子 一个是韩国 一个是中国对吧 就是十大热门支付的APP 每周这个人均打开次数 传统银行比金融科技 那那他韩国这边他给了一个解释啊 就是韩国是因为这个加密货币的钱包 促使用户参与度大幅提高 那我不知道他这块是不是把支付宝 这种也算成是这种金融科技 因为他也是支付场景嘛 那如果是的话 我觉得这柱子可能还不够高 估计可能更高对吧 那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比如微信和支付宝不算的话 那到底什么应用 难道也是这些钱包吗 就把中国这个柱子拉得这么高对吧 平均打开 每周的人均打开次数非常高 我觉得支付宝肯定比这个要高更多对吧 那就是银行的可能会相对低一点 还是这个金融创新的会更高一些 然后呢金融科技APP 主导了2019年的这个财务APP的突破性发展 那我们看一下 这几个应用我点过去看了一下 点完以后也是到 API的那个页面 但是核心大家看一下这个点 就是我们在之前讲谷歌应用的时候 我们特意提到了 就是说本地化对吧 就是本地化落地化里面特别提到了 Google Pay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增长这边 这个TES 对吧 TES 就是其实这么看 我觉得大家没有印象吧 那就是Google Pay TES 那就有印象了 就是Google Pay的这个印度的这个版本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过极高的下载量 就是最近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过了 就是大家可以翻前几期的视频 就是非常高的下载量 那这里面在这个下载19年的下载里面 我们看一下 Google Pay俄罗斯 然后呢 Google Pay法国 这都是Google Pay单独的应用 然后包括最近我们看到 就是Google Pay最近动作挺大的 就是最近最新上线的一个是 Google Pay的新加坡 对吧 然后呢 那这个是19年的这个 这个下载增长率 对吧 然后可能印度本来的量就很大 但是大家看疫情的这个QE 它的整体的这个量级非常的高 就是都快 就应该是第三大的 都都快赶上那个Google Play Game了 对吧 就非常高的下载 我们当时看完那个数据 我还没去研究啊 不行 我问问印度那边的熟悉的同学 是不是Google Pay在那边做了相应的一些 拉火的相应一些活动吧 就是因为它那个 包括Google Pay的这个商家版 反正也是非常高的一个下载量 所以Google Pay这个在金融领域内 我觉得值得非常关注 对吧 那同样其实 我觉得这个点上 我觉得还是很期待Facebook有动作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你拿着WhatsApp对吧 就是说 当然了就是国内 比如说客观来讲 你说微信去做广告 信息流 当然也很重要 对吧 但是就是说他支付这个 一拿下以后 你看对阿里这边 也是很大的这个冲击吧 叫挑战来讲 那如果WhatsApp 我是觉得 在区块链那件事情上 反正努力 那个推进的这个 肯定是有压力嘛 那是不是比如说 从支付这个角度 是更有希望 对吧 哪怕是WhatsApp 挂一个外化式的 这个支付应用 对吧 我觉得很期待 其实还是很期待的 这也是他的这个商业化 和影响整个生态 其实也是有有范例嘛 在中国也是有范例 可以去看的 当然了 如果从Google Pay的 这个推进的路径来看 就是支付这个事 各个国家肯定 还是管理的很严格的 那么就是说 那至少 Google给我们一个样板 就在海外 它是按照 分应用去走的 对吧 那看Facebook 怎么看这件事吧 我觉得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因为 这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财务这边的话 大家的这个需求 就是也是很强 对吧 那我们觉得就说 Google和Facebook 这样的巨头 应该不会错过这个领域 特别是我们看到 Google已经非常稳健的 一步两步三步 在走到这些国家里面去了 有欧洲的 有东南亚的 有印度 对吧 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个身影 好 这个是财务榜单的一个变化 不是特别熟悉 反正看到Google的 还是相对亲切点 PayPal 对吧 我们看到有PayPal 在这 其他可能不是特别熟悉 我们就过了 消费者转向移动 就零售 这个应该是指的电商角度 就是消费者转向移动渠道 进行搜索 对比购买 并建立重程度 这个我觉得搜索角度 也可以看到 就Google自己的search 在那个移动端的下载 没有那么高 但是确实也看到 它的量级是 也是比较高的 然后其中有一个小的变化 我本来想单独做一起 但就是正好就一起说 就是search 以前的时候 它在这个中间页 点击以后是一个语音色取 然后最近外媒的这个消息是说 Google把这个中间页的语音色取 替换回 点完以后是这个文字搜索 所以就说 可能这个跟大趋势 不一定相符 就大趋势是 应该还是语音和视频为主 但是也有可能是 就是在移动端的这个搜索量 这件事情 就是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你变成语音搜索以后 可能有些东西 还是不是那么方便吧 所以好像听到的最新消息是 它把搜索替换成传统的这个输入式的搜索 去除尝试 我觉得这个肯定也是一些大数据来引导下的 对吧 那在 购物APP这边可以看到 印尼印度对吧 就这个增长率都非常高 或者说 这个新兴国家的整个增长率都很高 相对于这个TE国家来看 然后呢 购物的APP使用时长的增加 促进了现场线下的这个交易转化 就是大概意思是说 如果这个使用时长变得比较高的应用 我的理解是它这应该点上去是一些 十个最大的这个应用嘛 它使用时长高 那么相应的来讲 它的这个就是购买量也高 就它这个年度之间是相互有关联的 然后呢 线上线下结合型的这个销售商在移动端 有迅猛的增加 它这边的 我看一下就是 线上线下结合的呢 是这个红粉色的 然后呢 就是纯线上的是这个黑色的 那结合的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增长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对吧 但是用户打开次数会相对低点 那俄罗斯这个增长率到200% 对吧 然后呢 但这边可能表达就是说 纯线上的 这个我觉得 可以贴猫或者是淘宝嘛 对吧 就是它的这个淘宝或者是京东嘛 就是说它纯线上的 其实它反而整个这个量级还是 也是很大的 就相当于说它上来就没有负担嘛 就线下这边其实负担是小的 那在使用上来讲 那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线下的店 也在发展线上 就或者由于 我觉得到疫情这个情况下的话 就是更明显的看到 就是说你需要结合嘛 你纯靠线下 就线上已经不是说补充了 它变成一个支点了 甚至变成你业务开展的一个核心点 对吧 就变得额外的重要 那包括像这边也写了像耐克这样的一些应用的话 也去关注它线上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和体验 对吧 那移动市场的规模 这个是绝对的 就无论是这个在国家内的这样的一个电商的领域 还是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个跨境电商 对吧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域的一个发展 就这块包括到讲到国内的这个跨境电商的话 就比如深圳啊 杭州啊 西安啊 对吧 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聚集地 对吧 虽然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这个大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就老外也是越来越多的在线上购物 对吧 就是反正能够价格便宜一些的话 总是无往不利的吧 那在电商这边的话 就是说有些APP就相对是熟悉的 就国内的这个当然能看到所有这些这些应用 对吧 那海外侧的话也可以看到很熟悉的身影 我们晚一些的时候去做阿里的这个全球应用部署的情况下 我们跟大家预报一下 就是阿里在印度在这个QO或者什么 就是或者最近其实发力还是很猛的 除了传统意义上用UC的一些工具的发力以外 它的主的应用全部都发力了 就是那个下载量还是很高的 我带大家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就是这阿里的这些 你看在俄罗斯韩国 这应该甜猫吗 阿里express对吧 就是阿里express 就是这个都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那这里面我觉得 因为国内的话 淘积级还在这儿 对吧 都已经挂掉了 然后那个 就是国内的话 因为那个 可以看到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特价的这种方式 就比如在海外 现在这个竞争可能还没有到这么猛 那我们也看 比如拼多多这个模式 对吧 在海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对吧 我觉得也会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式 好 那在在线视频 就这个到 终于到我们这个熟悉点的领域 就是刚才那些领域相对不熟悉点 就是娱乐领域 就是说在线视频 就这个已经非常明确了 对吧 就是在 那现在这个我觉得疫情的角度 或者相对来讲 它其实把一个需求去 它做了一个极致化 对极致化 但是你说 在这样的领域内 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些 比如说在线医疗 对吧 比如说都是都会提上在线吧 在线医疗 在线这个 比方说这个视频 对吧 比方说这个在线教育 什么对吧 都都非常的火 它是一个极端的一个展示 但其实反过来 也是一种趋势的一个 一种趋势的一个象征 对吧 它只是帮它去扩大了 那在线视频这边 我觉得就是 我们也给大家做了 比较深度的去领域 去看啊 就竞争被加剧了 这竞争加剧一方面是 对大家是利好 对吧 就相当于说 有大量的用户会进来 但另外一方面 其实相当于 对于中常委来讲的话 其实它会有一个 很强的溢出效应 就头部效应 会越来越明显 对吧 那这边 它就专门提到了 比如说迪士尼加 就这块我们会再给大家 做一期视频 就是我觉得北美的用户吧 也很好玩 就是说用户质量比较高 都喜欢去订阅嘛 去做订阅 然后呢 那当然它可订阅的 这个长视频呢 也特别特别多 对吧 我待会给大家看 可能有四五十种 不同的选择 当然了头部来讲 就比如Netflix 迪士尼加 对吧 就这些都是比较 头部的选择 那迪士尼加真的 我那个视频 我们也讲了 就是迪士尼加 出来真的是为迪士尼 在移动端 就是亮丽的一笔 对吧 就是如果没有迪士尼加 我都没法想象 迪士尼在移动端的 那个整个那个布局 真的很难看 就是法善可成 不是法善可成 就是特别难看 然后呢 那迪士尼加 最近就五个月上线 现在是多少 五千万的这个 订阅用户了 特别厉害 对吧 特别厉害 那这里是一个 重合度的一个表格 我们看一下 就是抖音可以看到 不断的上升 不断的上升 对吧 就是这个和Netflix的 重合度很高了 对吧 然后呢 迪士尼加 25%的这个重合度 那毕竟人家出来的 这个年限很有限 对吧 当然大家知道 Hulu和迪士尼加 是一家的 然后再加上 它那个 ESPN 所以就是说 北美的这个用户 他们推了一个 12.99美金的 一个打包套餐 就是这三家的 订阅都可以看 那Netflix 还是一支独秀 在最高 那么 这个里头也是 相当于 就是说 对大家来讲 就常视频 当然我们中小团队 肯定就没有机会了 但是我觉得 常视频领域 绝对大家是要 值得 值得关注的 对吧 就这个是持续会火的 那这里是 YouTube Music 通过交叉推广的 这个策略 吸引了 7700万的 活跃用户 就这个是 YouTube Music 我觉得也非常明显 就是 YouTube 我看到过的 就当然它里面 也在不断地推 它的各种各样的业务 Go的不断的业务 就是它在2C测 YouTube 就是也是Google的 这个媒介嘛 最重要的 这个移动端媒介 之一 对吧 它在推它自己的 业务的时候 反正我看到比较多的 都是在YouTube上推 但是 所有这些推里面 唯一看到全品的 我到时候截图为证 给大家截图为证 唯一看到全品推的 就是YouTube Music 就它给我弹了一个全品 就问我说 要不要下载YouTube Music 对吧 那YouTube Music 也是对于Google来讲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它是 不一样的这种策略嘛 对吧 完全或者说 这个跟这个厂牌合作 对吧 那也可以看到 就是它有一个 很好的这样一个 一个数据表现 对吧 增量非常明显 特别在2019年 然后呢 最近它要推的这个 Shots 这个短视频应用 也会在YouTube里头 虽然我们 不是那么看好 不是那么看好 但是它 比如它的这个音乐 就可以用YouTube Music 在YouTube里面的短视频 然后用YouTube Music的音乐 对吧 我们在等待它这个产品 成型的产品出来 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 有没有可能挑战 这个部分挑战 TikTok 对吧 然后可以看起来 这个Netflix还是 一支独秀 对吧 迪士尼家因为 推出的时间比较短嘛 所以在这里面 可能还看不到 那这里面也有 你看亚马逊的这个声音 Amazon Premium 在日本 英国 美国 在这个TE国家也都有 也是比较高的位置 但是它的风头 应该是被迪士尼家 盖过去了 毕竟人家有 有版权嘛 对吧 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YouTube Go 对吧 YouTube Go 在印尼 在巴西 印度 印度没有吗 印度 印度 都没有 还没看到它 但是就YouTube Go 就是Go的战略 就是Google的这个 这个减版 或者低端版的 这个战略 就是也是看到 收获很高的 这个 很高的这个下载量 然后这是这个 社交类 可以看到 就社交类 在移动端的这个应用 就是说 社交和通讯 在时间占比上 占50% 这是为什么 刚才我就说 WhatsApp 我觉得很期待 它比如 带个支付功能 对吧 看看是怎么样的 因为变现 你让它去拉广告 也是有点难 然后游戏 其实只占到 9%左右 对吧 然后视频和娱乐 占21% 也意味着 长视频加社交 就别的那些应用 巴拉巴拉 我们讲再多 在移动端 就是社交通讯 加视频娱乐 占71%左右的 这个份额 对吧 甚至这个份额 还会更高 那还说什么呢 就是绝对是社交的 天下 绝对是娱乐的天下 对吧 都是娱乐 那你看视频 不也是为了娱乐吗 就特别是 这些年轻人上来以后 那么在社交这边 他们也提 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的 碎片化的机会 对吧 就他说 比如说 ShareChat 在印度 对吧 Nextdoor 在美国 他们都说 去占据这个 Facebook 对吧 就是扩研出来 就随着它 那批用户 不断地变大 变老 对吧 那么扩研出来 这个空间 会填补过来 更多个样子 就是大家现在变得 越来越不趋同 对吧 你更愿意和你 有共同 兴趣爱好的人 在一起 虽然我们 这么大年纪的人 都不知道 自己兴趣爱好 是什么 对吧 但是就说 越来越多 性格更明显的 或者 不叫极端吧 就更小众的 如果你在这个领域 的一些社交 也都是有机会 但前提的前提 是你要去理解 这样一批用户 对吧 那绝对是 有大量的机会 那抖音 在全球的发展势头 强劲 就是在 在这一个Q 对吧 或者未来的Q2 甚至Q3 就已经变得 越来越明显了 对吧 就是短视频这边 我觉得巨头 不得不重视 对吧 就是它的这个 时长 或者相应的 这个变化 也会 也会不断地 往上走 当然它的这个问题 已经不在于 就产品已经 已经是被验证 是OK的 那么甚至商业模式 都已经被验证 是OK 我也听到好多这个游戏的 也好应用的 跟我们都说 就TT上面的广告 就没有问题 就非常好 数据也很好 对吧 我也建议大家 可以去尝试 然后呢 但是它会是 另外一方面的问题 对吧 我们也拭目以待 希望没有问题 但是就说 就是这个风险 其实也在增加 对吧 那我们看相应的变化 OK 那在社交这边 我觉得好多的这个 都很熟悉 对吧 这些icon都很熟悉 那首先我觉得 就关注两个点 一个是社交榜单上面 大家 其实我觉得社交榜 大家应该多盯一领 多盯一领 就是说 不一定是盯头部 就是说 看一看这个 中间的 比如说50名左右的 看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 对吧 新鲜的东西出来 那第二个就是说 就我觉得这里面 一定都存在 大家创业 特别是中小团队 创业的机会 绝对是存在的 哪怕你就是抓住 一个国家 一个小区域 就这里面 也够你团队吃了 对吧 我觉得这块是大家真的是 很建议大家关注 社交榜单 对吧 那不一定是头部 就是50名或者多少名 去关注吧 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的 大家看这个 包括探探 对吧 或者怎么在全球 那个数据表现也很好 我这里面丢了一张图 是吧 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 有一张图 应该是社交榜单的 那个下载 那有可能在下面 我们再看一下 它有一个那个就是 增长率的那个图 我们看一下 拼车软件 就是拼车的这个软件 看巴西这个这么大 就是它的这个打开次数 和主要市场几率分析 那就是说 应该 滴滴也是重点在南美 对吧 南美 包括墨西哥 包括巴西 也有重点在打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 像快手啊什么 也重点在南美在打 那就说 这个也是大家生活便利相关的 那这里面有很多 可想象的空间 然后另外就是 快餐和送餐类 我觉得在海外 当时我坐Uber 或者坐那个车的时候 它后面都挂了一个 送餐的那个牌子嘛 就也算是 它这个应用内的 应用外场景的交叉推广吧 就是可能 平时我接客 接客中间的时候 我也可以帮人送餐 因为在美国那种地方 你要是不用车去送餐 那真能把这个 骑手给骑死的 就真的太远了 那就说 所以这里面 其实它也有 它的这个协同性 对吧 那这里面就是说 另外就是说 就懒的经济嘛 就是你懒是推动 这个社会发展 就是两个吧 一个是战争 是推动科技发展的 对吧 然后另外这个懒 也是推动科技发展的 很重要的因素 大家也是考虑 怎么样去 变得越来越方便 对吧 那这个也是 全球的趋势 也很明显 对 我说这个 我以为丢了 对吧 交友 约会交友类APP 用户的支出 超过22亿美元 Tinder对吧 也是摘取了 桂冠对吧 这边 我们到时候给大家 我会把这个应用 全部看一遍 然后给大家 专门出一期 就是说 社交类 社交应用的 或者交友类应用的 这个对比 对吧 特别好玩 这个故事 我觉得这边 也简单提一下 就这个Bomber 对吧 Bomber这个应用 它是一个女生 创建的 但这个女生 是原来 这个Tinder的 联合创始人的 一个女朋友 她原来可能也是 算Tinder的 联合创始人 后来被 踢出去了 可能因为各种 意见不合吧 然后踢出去了 踢出去了 她又特别火 特别火以后 她就说 她就创建了一个Bomber 最大的区别 就是针对女性 就是必须女性先发言 好像是那个意思 我没去体验过 但就说 女性先发言 然后保护女性 可能更好 因为这样的一个 出发点 就仅仅是因为 这个视角 稍微的一个调整 然后她现在 就是听得了 最大的竞争对手 你看这个增长率 也是比较高 虽然它都已经 是一个很老的 就比较老牌的应用 但还有 比较高的增长率 对吧 所以很多的发挥 大家的这个聪明才智 对吧 做一些变化 就是还是很厉害的 那探探看到 这个支出增长率 非常高 对吧 中国人做产品也厉害 做收入也厉害 对吧 非常非常的佩服 非常非常佩服 就是有机会 我们可以深度交流 大家可以深度交流 看看这里面 到底有什么秘诀在里头 那社交约会类的 这个就是收费也 就付费也很好 就收入也很不错 所以我觉得 里面还是有很多 大家可以交流的点 对吧 那用户也越来越多的 习惯在移动设备上 观看体育比赛 ESPN 这个也是 我当时在看那个 包括ABC什么 都被迪士尼买了 对吧 迪士尼真的是个大媒体 所以真的应该在移动 就我觉得 手握版权的这些同学 就是把身段放下 放下来 就是别高高在上 对吧 我们身段放下来 其实在移动专 还是有很多 可以玩的点 对吧 就是你和这些用户 做更深的这种交流 对吧 然后健康和健身类的APP 支出增长达到130% 健康和健身类的 我也提一下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 每日瑜伽 比如有几个应用 都非常火 对吧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它健身绝对是个大趋势 但是相比较 刚才说的几类来讲 它其实还不算那么火 对吧 不算那么火 就是它还是算 比较垂类的 但是它这里面 大家不可忽视 是有一个利好的点 是这样 因为这个我是 这个就是我苹果里面 人就专门跟我说的 就是说 它的利好在于 社交类 它会跟可穿戴设备相关 健身类和可穿戴设备相关 所以导致就是说 这个厂商会关注这个点 就比如说 你戴个手表 对吧 你戴个手表 甚至未来你穿件衣服 谁说苹果不出这个 也有可能会有这个可穿的 包括我们也看过 Google有 WearOS 对吧 那就说可穿戴设备 会永远和健身类 是第一强绑定 所以当时就是苹果 在推它的 多少的时候 X的时候吧 可能当时在主要在推的是 或者再早的版本 主要在推的是 它的这个和社交的这个互动 或联动 推手表 当时在推手表的时候 那所以苹果就开出了 很多位置 就他们内部就要求 他们和健身类的应用 去合作嘛 那所以我觉得健身类在 它可能存在着 一个是趋势角度 第二就是跟硬件的 这个不断的结合 对吧 特别是可穿的设备结合 未来它会带动它 就是等于说 等于说双底吧 就双底去支撑 对吧 双底支撑 然后后来他们说 到X的时候 就开始推那个照相类的 就是苹果就说 我照相很厉害 所以它可能摄像类的 它就会去合作的比较深 或者给更多的 这样的一些展示 和推广的位置 对吧 可能健身类 是我听到的那个故事 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OK那应用这边的 就基本上讲完了 那后面它有几个榜单 我们也是简单看一下 我觉得游戏就不去讲它了 反正就说 基本上也都霸榜的 不行不行的 对吧 我们看一下 阅读活跃 有什么新鲜的点 就腾讯这个是在这 我觉得就是 TikTok这边 应该会再高再高 对吧 但腾讯微信遗憾的 就是说 就只在中国 就这个也是一个 小小的小遗憾 看看应用类的腾讯 有没有可能有 有相应突破 虽然是很难 但是我觉得 还真不是不可能 对吧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就像POVG 对吧 就像天命一样 对吧 就现在POVG 加那个使命召唤 在全球 就腾讯玩游戏 全球已经 绝对是已经通了 对吧 下载排名 全球 哦 sorry 这个我看下 是全球越活跃 对吧 下载 那就看到 就是这里就没有微信了 对吧 下载就没有微信了 就抖音 对吧 Facebook 这个还是很强的 Facebook Facebook Message 就是WhatsApp 就Facebook的短视频 我觉得也得重视吧 就到时候 我们也讲讲当时 短视频的那个历史的时候 当时也讲到 就是说 MusicLY当时的那个情况 也是受到Facebook 强烈的挑战 对吧 那所以才有那样的一个变化 和合并 就是好多事情 就是说可能 看不到那么远的未来 大家也是要为 当前的这个柴米油盐 先活下去起 是吧 用户支出 对吧 Tinder和长视频 这个我们也讲过好多次 大家可以都去看一下 好 那在后面 跟中国相关的 我们就不去详述了 好吧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就是API的应用的 这个报告 其中应用相关的 就到这 谢谢大家